这原神多聪明 竟然懂得涂透镜聚光的原理 少年用木棒挑起了西瓜头套 对准村把的裤子 头套嵌有镜片 只要聚聚阳光就能发起火攻 然而他却搞反了 头套上的镜片是凹透镜 用来发散光线的 根本聚不到光 那么这场比武 少年的结局如何 接下来让不压具体讲讲 好的 少年科罗姆很是聪明 居然懂得聚光原理 可惜他弄反了 就在村民认定他要输的时候 科学天才千空突然顿悟 情况绝非如此 科罗姆护出头套时 将汗水滴进凹透镜 这样一来 汗水灌平镜面 凹透镜就变成凸透镜 真是聪明 这时神秘人突然现身 这玩意儿真能点火 千空急于肯定 接着他就一惊 众人回头一看 竟是钱无患 钱无患很是担忧 还要多久才能点火呀 别活没点起来 就被马姑马打贪了 千空立刻开启学霸模式 星算点火时间 镜片直径5厘米 太阳长数1366瓦每平方米 无风情况下 放热速度视为0 别人容1.3焦每千克开 密度900千克每立方米 燃点300摄氏度 一番操作下来 千空给出定论 一分钟整 接下来的事情 由潜无患接受 他站到屋顶上 一阵比划 马姑马 我给你施展了妖术 你只要动一下 就会当场爆炸 马姑马大惊 你不是被我处决了吗 怎么还活着 一定是用妖术复活了 马姑马吓坏了 真的就禁止不动 千无患催 克罗姆快动手 妖术最多能撑一分钟 克罗姆心灵神会 表示没力气了 马姑马大惊 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渣渣 本大爷 就让你们再多活一分钟 很快 时间到了 太阳光的聚焦下 马姑马的裤子开始冒烟 随即就燃起了火 没等他反应过来 火势便蔓延全身 躺在地上直打滚 克罗姆抄起棍子 一招段子绝孙 倒在他的小鸟上 马姑马直接下海面活 克罗姆赢得胜利 接下来 是银狼对决千空 银狼偷偷告诉琉璃 我和千空对决会主动输 让克罗姆夺冠 你俩肯定结婚 琉璃确实想这样 但还是得客套一下 谁是冠军英文 我就嫁谁 银狼懵了 你无所谓嫁给谁吗 琉璃直接无语 裁判也雨赛了 情商堪忧啊 半决赛开始 没成想 银狼直下狠招 千空边躲边骂 你小子玩真的呀 银狼欣喜若狂 琉璃无所谓嫁给谁呀 我的村长梦有希望了 金狼琥珀直骂大渣男 千空直吼使出杀手锏 他将木棍担在头套上 等银狼奔过来 一脚踩下木棍 一招霹雳神棍 打得银狼魂飞魄散 村长惊呼好聪明 银狼捂住裤装倒地 千空晋级决赛 接下来是总决赛 千空对决克罗姆 没想到克罗姆竟然晕了 千空大计 我去你可别玩我呀 村民全部傻言 裁判只能宣布 千空迎娶琉璃 成为新任村长 千空达成新成就 获得了村长职位和老婆 无奈之下 千空值得娶琉璃 随即他就要求拿酒出来 捕破卡瑟级直呼 这副嘴脸太坏蛋了吧 村民们刚搬出酒和醋 不然琉璃就毕竟加重 竟然直接吐血了 千空明白 时间所剩不多 必须抓紧时间 研发出药物来 于是他当中宣布 离婚 众人猝不及防 你这过家家呢 千空拉上队友 直接开车 这下村民原地发愣 村外小瀑布下 一架绿水器正在运行 两根刹形木棍 撑起小竹筒 小竹筒上套着大竹筒 四根竹片用竹子 绑在大竹筒上 水流冲击下 竹片带动大竹筒旋转 岸上还有一滩酒 通过软管与小竹筒相连 酒内富含二氧化碳 密封的环境下 与水混合 会生成碳酸水 千空达成新成就 获得了碳酸水 科学基地 克罗姆还在昏迷 千空往大鼻孔插入 氨水施暴 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直接惊醒克罗姆 千空表示 万能药还缺无水醋酸 小苏打 本鞍 银钱必须研制完成 首先 置取本鞍 从火炉内壁上 刮取煤炭 烧完的煤焦油 放入烧瓶 倒入准备好的 盐酸酸洗 再加入 用酒和醋 制成的乙酸遗址 就能制成本鞍 克罗姆听不懂 那啥 你就说 一共多少步吧 千空表示 25步 克罗姆顿时连一黑 科学好可怕呀 众人分头行动 火泊前海掌控 克罗姆准备器皿 习惯照看实验进展 接着 置取无水醋酸 先将醋 浇在烧红的贝壳上 生成醋酸 再从硫酸里 制取出冰醋酸 通过铁管混合过滤 生成乙烯酮 将乙烯酮和硫酸混合 制成无水醋酸 然后制取小苏打 千无缓送来碳酸水 倒入准备好的 氢氧化纳溶液里 两者混合 就是小苏打 这样一来 无水醋酸 小苏打 本鞍 全部制取成功 接下来 就是制取万能药 先准备好饼鞍 露红酸 鞍水 盐酸 将无水醋酸 倒入本鞍 制成乙鲜本鞍 将乙鲜本鞍 倒入绿黄酸 制成四 乙鲜鞍基本黄鲜绿 然后加入鞍水 制成四 乙鲜鞍基本亚黄酸 随即放入盐酸煮沸 飞腸之后 再用小苏打洗一遍 于是 耗时半年 万能药 黄鞍 终于制成 众人立刻进村找刘李 千无缓看守科学基地 他走进实验室 顿时一击 桌上竟然有瓶可乐 看来千空并未忘记承诺 而这可乐做法也很简单 将香菜 酸橙 蜂蜜焦糖 加入碳酸水即可 虽然比不上现代可乐 但在石器时代 已经是人间美味 千无缓端起可乐 一口干碗 激动落泪 与此同时 千空等人进到村内 琉璃和村民已在等候 他将药倒在树叶上 琉璃坐下后 便为他吃药 果然颜值很重要 吃药都有人喂 光吃药还不够 千空走到琉璃身后 拿出烧杯 竟然直接放在琉璃后背上 来 海逸 众人大惊 你确定你是来看病的吗 琉璃亲身海逸 千空左耳紧贴烧杯 一手捂住诱饵 琉璃喊出声时 肺部会有反应 通过烧杯传给千空 这股反应太微弱了 很明显 琉璃肺部有积水 千空注意到 旁边有死老鼠 立丁和琉璃的病情有关 他赶忙带回实验基地 进行解剖 结果让他震惊 老鼠的肺竟然又红又肿 他叫来所有人表示 如果琉璃患的病是肺结核 那就没办法了 众人简直不敢相信 不是说万能药包治百病吗 突然 西瓜跑来 琉璃姐出事了 众人急忙赶来 就见琉璃咳嗽不止 肺都要咳出来了 黑药伸出大手 直接拧住千空脖子 都怪你的妖手 没想到 千空竟然面露笑容 别怕 琉璃咳嗽不止 是因为药物 治和病菌斗争 这种病叫肺炎 坚持吃万能药就没事 然而黑药不信 挥起铁拳就撒 危机时刻 琥珀当下 爸爸 我很相信千空 其余人也表示认可 黑药震惊之余 只能试着相信千空 几天后 琉璃病情彻底痊愈 身体再也不是孱弱无力 随便 就是一个短道冲刺 黑药当着村民的面 亲自宣布 从今以后 千空 就是我们石神村的村长 千空大惊 石神村 这是我的姓啊 这时 琉璃走来 我小时候就听过 石神千空 原来村里传承着百物语 记录着各种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 便是石神千空 3700年前 人类失化后 只有空间上的六名宇航员存活 其中就有千空的养父 石神百叶 刘仁城返回舱回到地球 作为最后的人类活了下去 石神百叶坚信千空还活着 并且重启人类文明 刘仁黎带上千空 参观村子墓园 小山包上立着许多墓碑 最上面的墓碑就是六名宇航员 千空很是感动 跨越3700年的父子情 激励着他勇往直前 千空返回村内 发现钱无患也在 知道必有大事发生 钱无患表示 斯帝国要来了 原来 斯怀疑千空还活着 为了防止千空建立科学王国 决定动用武力荡平村子 钱无患提醒千空 斯的身边有个猛男 名叫冰月 要是他俩都来 我劝你们赶紧跑吧 就在这时 有人大喊救命 抬头一看 就见银狼边跑边喊 敌人打上门啊 此刻 金狼手持兵戒 守在桥上 敌人空都突进 金狼一记十强锤击 实际拿下一席 这时 神秘人出现了 他身高一米九 戴着面罩 请着八块腹肌 手持两米长的管枪 披着白色雨林 与黑色披风 确实有点帅啊 神秘人上桥 与金狼对决 一招自悬枪突击 直接顶在 金狼的盾牌上 拿断金狼战刺 接着 他又突刺金狼搏击 幸好金狼躲闪及时 但超强的冲击力 让金狼直往后退 趁此机会 神秘人又愈发 自悬枪突击 郑中金狼腹部 顿时鲜血之流 金狼飞出桥外 千军一发之急 他紧拽神秘人脚腕 整个人悬吊在桥下 千空的人急忙赶来 千万没想到 冰月竟然亲自上阵 就是现在 把桥砍断 快点 湖泊要去战斗 黑妖急忙将他拦住 敌人拿着长枪 现在过去 就是送死 千空还在思索办法 情急之下 盈狼走向了桥 但他下不去手 瞬间痛哭流地 我要把桥砍断 金狼不就没了吗 我做不到啊 在这紧急时刻 千空想出办法 他拿出卡瑟吉的铁筒 往里填上沙土 然后拿出一瓶火药 继续前进铁筒 再将木棍触入火盆点燃 钱无怀猜到他要干嘛 便去找马姑妈 要他将这块石头 用最大的力气 投向敌人 马姑妈才不干呢 你个外来人 我干嘛要听你的 钱无怀刺激他 你不是想到村长吗 要是村子被敌人踏平了 你去哪儿当村长 马姑妈觉得有道理 决定出手相助 前空拿火把 点燃铁筒里的引线 立刻对准对岸 钱无怀一声令下 马姑妈甩开膀子 将石头抛了出去 随着铁筒一声炮响 敌人全愣住了 顿时石头砸裂山体 顿时灰尘弥漫 钱无怀假装狼狈逃算 快撤 他们造出枪了 敌人一听 这还得了 转身就跑 冰月很是吃鸡 你就是传闻中的 那个科学千才 前空吓唬他 何须告诉死 石神前空还活着 并且 已经造出上百只铁冲了 冰月眼睛瞪得贼大 36G走为上 这场危机完美解除 湖泊银狼赶忙拉起金狼 千空将漏洞塞到金狼嘴巴 倒入少量移袭本鞍 可以退热止痛 再往伤口认点鞍黄药 明天就活蹦乱跳了 不久后 冰月又将发动进攻 千空将如何应对 我们下期再见 本集晚 本篇叫十几元 是第一季的第十一到第十八节 本期问题 大家认为千空的父亲 有留下什么秘密武器吗 认为有的扣三个一 没有的扣三个二 伯乐认为 即便留下 但三千七百年的时间 怕是也无法使用了吧 是的 三千七百年实在是太长了 很多东西都会腐烂 只有最真切的感情 才会永存啊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伯乐的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啊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